作曲 李宗盛 裕vit 聖诱 李宗盛 节奏 itez 作曲 李宗盛 月圆风伴吹散尘香 将满轻烟伤 抓衣为荡归入药堂 相思泪续的心头伤 年儿了双雾在尘上 摇零时荒凉 伴下星月照千里光 欲君已变两苍茫 变了此举不归气 情动来生在续遇 真去忘不留心 等星燃尽不过体 一碗玉香渡火唤醒唐青君一匹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零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去 今夕何夕 两首难回天注定 大雨细细历历 大雨细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耳天 无能白云都散去 生命远 生命远叹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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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吧 舅舅哥 次 女儿 谁 整個王府全都知道了 母妃本來就嫌棄我的出身 下人也都看不起我 我哪還有點秦王妃的面子 殿下 我害怕 要是沒有你的保護 我明天就被母妃趕出去了 你好大的膽子啊 殿下 能不能對我好一點 這樣 我在王府的日子 就好過一點 殿下 住去 殿下 這是我給你的草藥 我還能研製出更好的草藥 我還能配毒解毒 替殿下分憂 祝殿下一臂之力 這樣吧 我們做個交易吧 你拿什麼與我交易 我 我能解毒 也懂醫術 本王府的太醫獨醫多的是 要你何用 我雖然弱小 在你眼裡都不值一提 但每種有一天 能為你所用 西風 走 行了行了 我自己走 死冰塊 有什麼了不起的 請說太醫獨醫眾多 要我何用 我一定要證明給你看 可是他根本就不給我機會靠近 又怎麼看那個什麼鬼印記啊 不管了 傳到橋頭自然指 七少 沒想到這麼短短的幾天 龍飛夜的傷就完全好了 他上次來我們藥鬼谷搜查的時候 我就已經發現他身邊獨一功夫不低 可是我這藥鬼谷 一個小小的毒障 他那些獨一卻破解不了 莫非 他身邊出現了一個更厲害的製毒高手 管他有沒有 反正七少年的目的達到了就行 這下子 他肯定以為這些命案 是太子派人做的了 好 王妃娘娘 你以前還戴面紗 喔 我以前臉上有毒瘡 所以就會戴面紗 但是我早就扔了 这个应该是忘了 所以就放衣服里了 那老奴替娘娘扔了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扔 那老奴把娘娘的东西 都整理好吧 不用不用 也没剩多少了 我自己来 那个你先去忙你的 快去吧 可是这 快去快去 可是王妃娘娘 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我自己可以的 你还有那么多事情呢 快去吧 你赶紧藏起来 停 停 大家先休息一下 有客自远方来 久仰了 不敢 阁下便是北厉安排在天宁的眼线 顾七少 怎么 我不像吗 是不太像 君毅正派人告诉我 来此处便能见到线人 得到北厉在天宁对我的帮助 我也没想到她传信给我 前来和亲的西丘公主 竟然会与我北厉合作 明人面前不说暗话 天宁西丘一战 秦王杀我父王 徒我将审 角度我西丘朝局动荡不安 我不得已 才选择来天宁和亲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公主希望我怎么帮你 我虽然贵为公主 但在天宁毫无根基 线报范围也太过狭小 此次进宫 还不知道水深火热 所以 我需要你以后 能给我提供一些必要的消息 特别是 后宫中的各方倚靠实力 这个没问题 作为回报 我也需要你帮我多打听一些皇宫里的消息 这个自然 既然如此 那公主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派人到药鬼谷找我 药鬼谷 我送公主一个界面礼 这是什么东西 是我提炼出来的一些毒药 里面有字条记载用法 可作防身之用 谢谢 另外 我们既然有共同的目标 搅乱天宁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你的敌人最近怕是不好过 你是说 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大理寺清案 公主的消息还挺灵通的 区区一桩大理寺清的案件 怎么可能扳倒秦王 如果是一般人也就算了 但是秦王 公主说得对 一桩小小的案件 怎么可能办到秦王 但是秦王明心所向 早就功高震主 被天徽地计的 我们只需要牵一个引子 自然会有人出来 帮我们顺水推舟 看来你早有筹谋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好 合作一块 这么多日子没见你人影 你去哪儿了 回母后 孩儿去了一趟西丘 你胡闹 虽然西丘已经跟我们结盟 但是他们对我们 还是有所防范的 你如果有什么危险 那该如何是好 母后您放心吧 西丘很多朝廷的要员 都是咱们北历的县人 所以我在西丘和在北历一样安全 此次你去西丘 瞒着母后所为何事 孩儿去办了一件大事 我劝说楚清歌去天宁和亲 以此搅乱天宁的朝局 楚清歌要嫁给天徽帝 他会不会就此归顺天宁 母后 现在西丘啊 可是在咱们北历的掌控之中 楚清歌要是不听咱们的吩咐 那么西丘的太子 可就有危险了 郑儿这件事做得对 楚清歌生在皇家 他应该很快就会明白 一国之君的情谊 远远比不上血肉之情来的重要 母后 那这件事 咱们要不要告诉父皇 你是未来的北历皇帝 这件事情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 楚清歌在天宁和谁解脱 君弈邪 看来这小子 在天宁过得倒挺舒服的 母后放心 孩儿是绝对不会让他闲着的 公主 公主 你与北历的人谈得如何 还好 此人是药鬼谷的谷主 他答应 为我们传递情报 毒术高昌 还送了本宫一盒防身的毒药 不过此人生性放荡不羁 倒不像是一个平常的细作 细作哪有像不像的 只要能为我们办事就行 细作最重要的就是心性沉沦 这样主人才好控制 我莫名有种感觉 君弈正以后控制不住这个人 不过这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现在最紧要的 就是进宫后我们的局势 说到进宫 我们已经从最后一处一站出发 五日就会到达京城 好 前些十日 北历那边给了我一些天宁基本的朝廷局势 如今我已见过孤七少 达成了此次脱脱出来的目的 奶娘 据情报消息 天徽帝此人生性多疑 恐怕会怀疑我们此次前来和亲的目的 前途未知 还有后宫的各种争斗 危机重重 我们一定要谨慎地走好每一步 奴婢于见 公主也不要过度担心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天徽帝再胜性多疑 他也只是个男人 公主的方明满天下 一定能俘获天徽帝的心 倒是后宫 自古以来就是凶险重重之地 确实需要慎重 需要慎重 我堂堂公主 要不是为了报仇 我怎会前来和亲 要不是为了报仇 我会像那些无知女人一样去争一个男人的宠爱度日 而这一切 都是拜龙非夜所赐 公主息怒都是奴婢乱说话 奶娘 不怪你 都是我一时情绪激动 谢公主 你让宪报人员密切关注最近的大理寺青案 看看背后都是什么人 如果能找到龙非夜的敌人 那将来便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还有 以后我们探听不到的消息 让宪报直接去药鬼谷 以采药的名义建固七少即可 奴婢遵旨 总有一天 我会让龙非夜付出惨痛的代价 护手 啊 这个毒总还真是厉害 所研制的毒药闻所未闻 有些草药以前的医书都没有记载过 我 如果我能研制出一些东西 给你那个冰石头 他会不会对我光目相看 算了 他肯定看不上的 殿下 王妃娘娘 最近几日基本都没有出过咸云阁 整天摆弄他那些要罐子 太子和国舅呢 太子那边 几乎是每天沉迷于万雁阁 国舅呢 因为大理寺卿一事 说是伤心欲绝 闭门谢客 这两个人呢 最近倒是没什么动静 他俩可真是一对好搭档 看来他们是打定了主意 知道我不会把毒蛊人的事情 告诉给陛下吧 对了 殿下 属下还有一事要禀报 您之前让属下派人盯着药鬼谷 最近传来消息 就在您受伤当晚 药鬼谷谷主 半夜三更策马狂奔而出 属下总觉得 她好像知道有人在暗中监视 所以才故意绕着圈跑 咱们的人 更丢了 而且 那个毒疮女 再也没有出现过咱要硅谷 你照往常一样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国舅和太子那边 不用派人盯着了 遵命 不 不行 不行啊 太后只给了我一个月的时间 再这样下去 后年满月才能看到 固费 滚架 你不要怨我 要怪 你就怪你的女儿不帮你 别歇救我 原来是做梦啊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疗毒 无色无味 半日便可消散于空气当中 洒在床上 让人躺过之后 次日下半身便会涨满水泡 到时候殿下招我医治室 我便可看清楚他腿上 有没有印记了 秦王 这可是你逼我使出绝招的 有没有印记 尽管�별 那有没有印记 是 你的印记 你们是不是不信 是 想想想想想找 你 你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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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 保护殿下 殿下 属下去把他追回来 不用了 这些人一触即走 不必浪费时间了 想必他们一定是 太子派来的杀手 如果把他追回来了 想必能查出 到底是谁想陷害殿下 不不笨 你怎么来了 我 有东西拉里面了 我来找东西的 就是那个药瓶 药瓶 我娘那个药瓶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 什么药瓶 拿出来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踏进明月轩半步 我还有一点 我们一起去 还有那个药瓶 什么药瓶 什么药瓶 没有药 你好 有药瓶 有药瓶 希望我 有药瓶 有药瓶 赵某某 王爷 把床上东西都给我换了 是 龙飞燕 龙飞燕 你们都过来一下 王妃娘娘 你们有谁伺候过殿下洗澡 那殿下有通房的丫头吗 殿下逛妓院找过哪个姑娘吗 是没有还是你们不知道 回王妃娘娘是没有 殿下有洁癖不喜欢别人伺候 也不用别人伺候洗澡 也没听说过 有出去逛过妓院 有洁癖 怪不得把被子扔了 王妃娘娘 您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要问吗 没了 你们去忙吧 是 不逛妓院 就没有妻妾 还不让人伺候 行王 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而这个正是太后要我查的 才会赐婚 听说那天王妃娘娘 向伺候殿下洗澡 被殿下赶了出来 什么王妃娘娘 咱们殿下根本就没承认她 贵母 贵母 你们议论什么呢 刚才王妃娘娘问谁伺候殿下洗澡 谁是殿下的通房丫头 还问殿下有没有逛妓院 什么王妃娘娘啊 咱们殿下根本就没承认她 没想到我们秦王府 不仅取了一个笑柄 还是个杜妇扫把星 这刚进门 非夜就被人陷害 这还得了 哀家本来想冷她些时日 她就知道好歹 蜷缩在角落里生活 她倒好 还摆起王妃的谱来了 桂嬷嬷 把她给我带过来 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她 是 正所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你身为王妃 你的一举一动 都代表着秦王府 你刚刚那毫无仪态地 快步急走 不要让本宫看到第二次 臣妾知错 知错就行 等你什么时候 能顶着茶盘走路 这仪态 也就勉强过关了 谁让你起来的 服侍母妃也是 臣妾分内的事情 还是让我来给您倒茶吧 母妃请用茶 虽然本宫不喜欢你 但是你嫁进了秦王府 就要好好伺候秦王 以夫为天 不要整天像个杜妇一样 叫得家宅不宁 什么都要听夫君的吗 那岂不是要给她洗脚 那是自然的 你的命都是非夜的 洗个脚算什么 不行不行 我以前好歹也是家里的小姐 没有干过下人的活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今天晚上 你就去伺候非夜 更衣洗脚 好好学一学 怎么样做一个皇室的好儿媳 可是我夫 还顶嘴 你想要家法伺候吗 是母妃 龟嬷嬷 扶本宫回去 是 母妃 不是芸汐不愿意 是怕殿下不答应 非夜那儿你不用管了 赵嬷嬷 在 你去跟非夜说 就说是本宫的意思 是太妃娘娘 谁让你跪下的 母妃吩咐我来给你洗脚的 不行你问贵嬷嬷 殿下 是太妃让老奴来教王妃学规矩的 本王的人 本王自己会救 贵嬷嬷还是请回吧 可是殿下 那个殿下 你就别为难贵嬷嬷了 再说了 我是甘心为你更衣洗脚的 是 是 堂堂王妃摔在地上成何体统 你这是 娘娘 是 王妃娘娘 这种行为是万万不可的 王爷 您太过宠爱王妃了 我 我 你不是 前胸 后背 手臂 腿 脚底 这些都看了 还有 这儿 没事 没事 我可是医者 医者是没有男女之分的 没有男女之分 我在想什么呀 书下 书下 西邱和亲公主楚清歌 不日就要来京 她带来了万匹精良马鞠 这对我们天宁的军事防御 是大有帮助的 为了表示 天宁 对此次和亲的重视 还得麻烦四弟 带着天末亲自去迎接 臣弟遵旨 遵族 救命 快走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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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杀杀 殿下 白礼将军和主副将的援军 还没展到 我们被包围了 敌众我果 不可恋战 让他跟着我一起 走出重围 慢着 殿下 您是天宁战神又是主帅 您若倒下了 谁来守卫天宁啊 本王既是三军之主 必当师先士族 众将听令 跟我冲 杀 杀 好 陛下英武 田宁七术已尽 杀了秦王小白脸 咱们踏平边城 只取天回地的狗命 朕要他的贱命 有什么用 朕要的是 他藏起来了一个人 一个得知 便可将天下凡人 结化为利兵的神 有了他 朕要夺得整个天下 只可待 杀 对 衦 は 麦 在你眼前 不好受吗 只要你投降 朕就放了他们 我告诉你 天宁只有战死的将士 没有投降的懦夫 是孙宝贵殿下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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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Street 是 是 是 你怎么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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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猜得没错 神是存在的 神是存在的 殿下 再继续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唉 吴 志愿 殿下 殿下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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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故事成言 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 换明天 就算我不在里面 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 这誓言 已是命中最美的 向前 别很甜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记起从前的一滴一滴 如果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 我陪在你心前 做你心头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